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欢迎大家收看这个马迷早晨 又是世荣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讲一下头场早餐赛事 终于声音都差不多康复 但喉咙还有一点痕 所以稍后讲一下有点咳 大家不要介意 讲一下九场赛事 头场早餐赛事早已开跑 所以六点九就会开跑 到时应该是Kitty 希望她在 她未复得到我 你能不能回到 所以稍后跟你说 所以大家记住 想跟进最新的消息 右下角不是低下方的新人巴 也可以看 右下角有死星龙珠未订阅的朋友 可以订阅世荣香港人唱卖频道 记住 跑B难的赛事 所以 有些实力马 不下雨的话 都是得以发挥 其实下雨也是 你看梦巴黎不一样照入Q 所以聪明那些 通常都会继续在 赢了那一只 也会继续在三甲上的 好了 马上事不至迟 讲讲我们的四选 先看看 我的四选在坚仔赛卖APP上 有什么选择 好了 第一把马 我选了天衣无缝 给大家 天衣无缝 这只马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是 首先世荣惯离 先看档位 是不是很无耻呢 但是没办法 谷草有时真的如此 五班马 尤其是实力不高 真是内档马 容易在三甲很多 不是骗你的 一二档 你自己看看 上名率 只是 如果你跟位置牌 不是的 但是你会留意到 跟位置牌的三甲马 超过三成的 有三个档位 其实全部都是内档 而且是什么 是比较容易贴难的 单数档位 因为双数很吃底吗 也不是 但是其实头五档 都占了大部分三甲 内档马 不是十二十一档最差的 不过大底上 都是排外档很劣势的 趋势是这样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统计学 不要执拗 不是 十二档都三分 九档都四分 是的 所以我也有贴信心满满 有时也是这样 好像刚刚谷草 解释不了 十二档明明斯加三 就是劣档 但是波尔多在千四 又是继续最高赢面 外档档位 继续赢馬 可能你说下雨有影响 或者马跑黏地特别 不出奇的 但是记住 统计 有时可以帮你 在两难的时候 篩算到一些马 当然选择它 不是因为只是档位 没有那么肤浅 有那么肤浅 欢迎可以取消订阅 再转台 都欢迎 但是我们当然不是 我们在讲一些深层次的探讨 是什么 这只马这场 其实没有什么补处 天衣无缝 整天都放头 巴道 潘顿都试过放头 他说 这次也是巴道 有什么不同 不同就大了 你自己看看 他档位 文家良之前十当 接着又十二当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你照放头 都可以组断 看看马会评语 是什么 受吹拆上前 受力拆移入内南领方 那怎么办 难道属于后面走三叠 不行 你不可以改变马会跑法 既然这么致力 排外档都要放头 在内南 除非二档那只夹他 否则也不用怕 正常是可以放到的 之前用了阻断浸力 就算是万步促 我都知道巴道醒目 扔回万步促 那怎么办 也是不行 不行 不是因为阻码差 不是因为步促慢 而是因为 你看看这场的三甲 不要想着万步促 就一定是放头马 坚尼帝 就是受惠那只 他也是受惠万步促 但是 有时候 后上马 万步促折一段 有些千二马增程上来 他更加拿手 所以 说真的 都是跑马的实力 当然 放位令他早段 不用吹拆 省一点力 如果维巴道 用越中段 越走越快 那一招 在这场天衣无缝 就容易在三甲 贏面 他不高 因为这次马 能力不是特别高 不过 属于四五班 升降机 很容易 跑回三甲 你说之前那两次不行 那就是统计学的问题 不是越来越多 而是什么 你要知道 排外档 屋草 用了力 埋难 就会容易后径不计 现在 休息了四十天 那么多 又有个漂亮档 给你出闸 容易放到 就可以了 而且这场很有趣 没有什么马放 所以 是会出现万步促 而且 他可能单骑到 如果巴道 在这场 还有十倍八倍 我觉得是值得的 大家可以试试 另外 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另外一只泥地 也试过摆在前走 其实他不需要摆在前走 不过千二 他缩了 他不够快 我想他也是 立心减分落班 现在 求人得人 信心满满 究竟跑什么路程 其实没多久之前 他是赢过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谷草1650 赢之前 他是保重 这些比刚才的天衣无缝 信心满满 两次进Q 跟着保重 都是好像信心满满 又是十当十二当 不过人家 可以摆在前走 摆到好位之余 搬顿比较好 跟着保重 赢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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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 潘顿斜骑弓出色 但是不要紧 潘顿是否在身上 不骑 不是的 有时候你要想 这场 他既然可以在五班容易赢 上到四班不行 下到五班 用蝎恩 一样可以 九档这场没有报处 我估计他会拍着天衣无缝 如果做一段力场 其实他代替了天衣无缝 跟那时跑外档十档十二档的场景 这次十档十二档 他也是打起来放的 我回不了 信心猛猛就比较好 打起来 也有机会可以 看看这些五岁马 进步多少 在五班 什么重磅 他一定会比较冷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马 只有九百多磅 很多人会买的时候 会觉得 这么小的 什么重磅 他一向都比较好 他一向都比较好 你又有没有想过 潘顿骑那次不是重磅吗 就是一样 所以 不需要太介意 就算换了时针 当然 你可以说潘顿鬼上身 但是你细心研究一下 你就会知道 这件事不是理想中的 所以 有时不要太介意 那些练马斯换了骑士 或者他也想换人 试一下 可能死绑少些 或者换人 发挥会有不同 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表现 至于金刚复星 大家可以留意到 这只马 胆胆身胜 赢得很轻松 在谷草先八 但是大家 就要记得 在这场田草先八 世纪之威 赤子鸿心 都是一只 怎样 大家看进去 世纪之威 你看统计资料 他其实是没有赢过马 另外 就是赤子鸿心 赤子鸿心 虽然 都是常常入三甲的马 入过三甲 但是他也是处女马 你对着两只处女马 你赢到两个马位 还要赚了少少快步速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莫来拉奇功好 但是证明什么呢 现在去到季尾的时候 能够淘汰的马 都已经趋向淘汰边缘 接近十几二十分 而未淘汰 站得着脚的 就很多时因为对手差了 提升到他的名次而赢 乌龙区 刚刚上次说完给大家听 结果又差点赢了 当然不够自由运跑 但是他都持续入到三甲 证明什么呢 现在的五班水准是相当之低的 所以以前或者今季 曾经在五班赢过的那些 你一定要看高一点的 所以选了四一摆前面 金刚福星就属于那些 人家差他才赢 而加了分还要加得多呢 你换加利 我不是说公武六 莫来拉那么好 而是一只六岁马 其实不会再进步的 你加多六磅给他 就算莫来拉再骑 这场对手强了 他赢得到的 所以他是靠个档位好 帮他走近一点 趁着马fit 再次进三甲 那么一号可以跑错 四号可以放快 他仍然有机会赢 不是说加利一定不行 但是他会偏热 兼甲不抵 我就会做配脚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快利堡 我想他在这场里 能力上比最高的一匹来的 但是这只马 我经常都是看联马斯心意 我经常都说 高克辛很有耐性 一个有耐性的联马斯 你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有时就是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想放头 想赢的时候就放头 我经常都贴他想放头 慢步速排外档 算他十四档都可以 他又不放 然后中档 没什么步速都抢到 他又不放 是要落五班 大家都不信 再排十四档的时候 他就放了 十多倍就赢了 有时会这样 那么快利堡 虽然不是苏保罗 是高克辛的 但是他们的部署手法 也是这样的 操练上外观上 你知道马斯心有能力 你都看不出 但是 不要紧的 你只要相信马斯心有能力 其实 就换到赔率 回来给你 他应该要放的时候 他自然会做到 例如今场就有机会了 所以信心满满 是有点危险的 如果快利堡一放 其实他会三叠 一三叠 那就麻烦了 天衣无缝 和快利堡有机会回来 所以 你会知道 为什么 这些八岁马 尤其是你看到 譬如上次 走三叠 没有遮挡 五十多倍 今次 跑回1650 前次都跑了 1650 马雅 转梁家俊 虽然你说 背少了七磅 没有理由 又有回飞 会不会是因为 三叠的问题 这个很难说 但是 这只马本身 就有能力 抬前走放头 是他懂得跑的路程 而他亦都输过比米宇 不过 这些马 在八岁他退化 就肯定了 问题是 他去到这些分 其实都够赢 操练上没有问题 你不要乱乱画走他 所以 内档马 以这些马 比较上风 好了 说完 我四选 四十五七之后 我们去广告 回来再讲一下 蓝色的边线马 你自己下载 肩仔塞马APP 你也可以在这些 深深位置 自己把马变成边线 你知道用紫色 也好 啡色也好 接着我们先讲一下 后面的比较边线背脚 你可能四连环 或者冷的时候 你看到位置Q 甚至落飞 看到大刀升跌 你才想起 我觉得这些马难赢些 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 好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 日日靓 日日靓这些马 就偏热 但是会常常入三甲 不要因为它常入三甲 你就走去买个V 那是不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马 就真的得常近 总有一两个对手过来的 刚才不是说圣在王 就是申威王 上次输了个万步速 莫里拉奇 缓霍弘星还要什么都两拨 行不行 谷草对手较弱些 而且这组真的是水皮 好过上一次的 问题来了 今次这只马 都是会缩后跑的 七甲 我当你走都易烈 或者当你铁牙籃也好 其实B籃没什么所谓 问题就是 你追不追得切呢 这个就要想 你看回那个统计资料 其实它不是很差的 不过我认为这只谷草马 因为它力短 所以它的谷草也对 1200很明显比1650 就是说 其实宿程 对日日领 是会好一点 不过 这只马 只是六岁 我觉得 未退化 得光 你说没有操练 怕不怕 不重要的 方仔有时 去到季中 12月的时候 他经常都是这样 走完 大家承认在 新年前后的位置 或者至到情人节期间 方仔的马 开始赢回 就是因为 休息一休息一回 他存了体力 再出 就有机会 莫尼拉这些马 你其实看到 上次没有怎么骑错 他努力跟着 1600米赛事 冲出 可能会对他的体力有影响 偏烈 我就觉得 比较边先 这一场 对他来说 如果而偏烈 是不值的 至于合进区 反而好一点 至少 你说他赚万部速也好 他也叫做实实正正 赢过一次 1分18秒 就18秒 你可以看到 合进区 就是我刚才说 和大家说 天衣无缝 和信心满满的问题 其实他自己本身 合进区 就不聪明 问题就是 声出美力 都淘汰边缘 坚尼地 以前是聪明 好像那些广告那样 50年前就是 已经去到淘汰边缘 你自己看看 22分 21分 喂 水到这样 你赢是应该 不过你也只有20多分 合进区 只是因为赚了 部速而赢了一些 已经开始状态滑落的对手 你说 不是 金刚复星也在 金刚复星 所以之后 就可以因为部速正常回保重 他是后上马 你又要知道 他是虚了形势 但是 综合而言 这场水准是怎样 水皮 他亦都8岁 当然没有订走 休息了40天 这些马 因为 去到季尾 去夏季 变了九岁十岁 其实 再之后 其实是没有用的 所以 在没有前途 没有进步的情况之下 限迷主 限泛荣天鹏 不就尽量走去搏 蔡明少 上次都帮这只马赢 自然 都熟手技工 你给他一个 略好的档位 他组断看看 跟不跟前 我猜他都会的 正常地做 好了 接着到 这只 转为审集成仓的 腾进 腾进 这只马 其实一直都要跑一里 不过 我自己觉得 以前气量未够 练马斯 叶祟航 将它部署减分 不增程 是对的 是对的 其实他带了一碗远枯 他比过一个 在慢步速情况之下 比过一个快的 末段时间 用眼光大家 我常常说 他常常入三甲 但是不太好 但是进马峰彩 飞腾追这些 就属于一些 比较强的马 在四班来说 进马峰彩 直到三班 在这场水准 不算太低之下 你会看到 腾进 蝕了一个慢步速 都还可以追近 那代表什么 他有些能力 四个马位 没有什么看头 如果你跑四班 那现在也不是四班 而是五班 增程 转到沈杂成仓 折回眼罩 其实是什么 逼他有一个速度 可以跟得到 其实已经可以了 只要是你考验一下 他够不够气量 跑1650 但是以身形脚法来说 腾进 是应该要跑这些路程 就算 地体血统 Ocean Park 你跑1200 你只是跟我说玩 所以 当然 亦有极端不是的例子 没有说每一步有 Chammedell 一定要跑一里 那个血统 可以有短途马 亦都有长途马 但是就这只马 只是说论马 我们只是说 腾进 这只马 是应该要跑一里 所以 不是叶采雄 是他认为 平分未够 马主门 又比较 甚至更急 或者想帮马转换一下环境 不是马转换一下 彩某腾 所以 就是一个 我的朋友 的马主 也很友善 我都可以问一问他 究竟这场 转仓的进度上如何 但是其实不用问你都知道 你会在上面 看到 顺势放头 在试集那里 亦都大步均速移回 其实就是告诉你 他戴个眼罩 在这场上是想放的 那找到田太安 会不会不播 不会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马是有机会的 只会带来变数 如果他仍然冷门 譬如十几二十倍 是相当相当直播的 那你就可能会拔走 我说没那么划算的 金刚复星 或者快利堡 你拔走这些马 或者拔走信心满满 你信数据 不喜欢外档的 腾进这些就是一三五档 比较容易在三甲的 冷门马 看看你信不信 转仓也会立即拼 其实不用立即拼 都可以的 因为他暂时三十八分 不会淘汰 可以减多几分 才再部署 因为四岁马 怎样都有进步 所以这些马 就看看电马司的部署是怎样 或者是马主的意向是怎样 当然 我也可以WhatsApp 跟大家跟进一下马主之后的意向是怎样 这个稍后再跟大家讨论 另外 就是王者骑兵 王者骑兵之前 都贴过给大家的 那次和雪茄次后的Q好分 大家记得 你说 今次继续用马牙 行不行呢 其实这只马 我觉得尺寸要流放恰当才容易发挥 而且大家留意 他跑了1200 这次他跑了1650 其实姚本辉 应该是有想过这只马 究竟行不行 如果可以增情千老 他就做了 不需要 不需要走去 不停地跑短路 那就是证明了 其实他减分的机会会比较大 不过这样 这只马 千死黏地输了 你不要管他 因为他失地 而且黏地可能不对 这个星期三未必下雨 很大机会不下雨 所以他减分的意欲可能大些 但是去到边线马的边缘 这些曾经赢过的马 在这场低水准上 他依然有机会走进来 尤其是万步速 刚才也说过 有些马是什么 就是靠爆一段 他特别拿手的 万步速反而逆了他 我就是在说这些 你看一下他千二米 他会爆到22秒尾 23秒头 在重磅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什么 这场 如果万步速 你让他入圣直路的时候 跟你争三四个马位 放头马1650 在五班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24秒头 他在五个马位之内 他追到你 所以 只要你不要走蝕位 这些马 我都不敢画 而且认为是有些机会 冷门不妨考虑一下 但是已经去到边线 当然1650 我也认为他不行 近乎不要那种 至于另外那些 没有选择的 甚至可以画的马 我们广告回来再讲 好了 那在讲 后面那些边线马 还可以不选择的 首先有这只标迎奥汉 标迎奥汉 跑到五岁 这次还除了面枯 好像有些变数 但是大家看看统计资料 其实这只马马 生涯以来 只是在泥地 跑过一次第二 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只马马 其实出赛记录不多 只有13次 你说为什么五岁 都出赛这么少呢 当然 原因呢 虽然你见不到伤患记录 但是 你看回他出赛的日程表 你会发现 他出赛的频度 不是算太高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这只马马 可能是 不是很耐薄 或者不是很适合 安排密跑 以前 他来香港52分的时候 其实正正常常 没事的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季 去到整 九月出完之后 隔了一个几月再出 然后在后面 就开始梳 休息等等 不要管什么原因 但是 问题就是 一只从来都没有表现的马 忽然间 在季中段的时候 出现了 不是混在虫化 你说最近才是混在虫化 出现了 我觉得 不知是联马斯想 给多些时间进步 还是要休息 还是怎样 我觉得出现这些情况 终归都不是太好 而且他从来都没有 一些量力的表现 比如 好像三月二 你说不是 都输三个几码位 追得很近 戴的面孤不错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奥隆区金刚复星 都是后上马 是的 他们之后都很好表现 但是你正在输三个马位 那就是什么 你便很聪明 出站很缓慢 又没有位 这些可能是藉口 但是问题就是 这次除了面孤 究竟 我猜这只马会更加慢 你一看漫步速流到最后 最后 你又不是很荡位 如果不是你很荡位 我都当你好像 刚刚那些场合 旋风飞行多多保棋 那些摆得前些 你都做不到 其实你很难赢 所以我没有选他 至于威 上次竟然放头 我眼都凸了出来 我心想 难道想搞新威王 但是又不似 结果 大家都慢步速 结果他都放不到回来 利放的场合 那就是什么 他放头是不适合跑的 我相信他不会那么疯 一再继续放头 隔了几天再出 即是十几天 去到跑的时候 其实都是淘汰边缘 他只剩18分 因为自购马本身是有能力赢的 去到80分这么高 你玩到现在 即是去到18分 你说我听他不是有事 从来没有赢过 你很难说得通 所以这些我会说 我不会买win 如果大家喜欢 四年玩 或者四重彩 你有配角多的 你先填这些下去 就博别人失手 走到第四那种 但是他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投注价值的 好了 接着就讲一下可以画的马 《星出魅力》 其实我也曾经跟大家跟进过 这只马 所以你看到红色字 跟进的时候 当时就是 我说伟达这么肯冲出 当时有一次用王俊 都跑过第四回来 其实这只马 有个好档 让他跟前走 是可以的 最惨的是什么 你会看到 去逢好档他都跟前 跑长一点又可以的 不是他的能力很低 而是他要档位帮他 所以见到1650上名 全部都是内档 还挺得住 一后上马 金刚复升 仪威也在 那就是说什么 他可以在慢步速上 追到一点点 但问题是 麻烦你先给我一个好档 一档位衰一点 你看到14档 虽然他可以靠那末段 追上来 但已经要摊长到跑1800 问题就是今场不是跑1800 跑到650 如果你没有那些好档位 我也想不到他怎么摄 要不就像上次那样 流后 就等着你跑谷草千八 结果一样 找欺慰心 后上一定没有放头不好 大家相信我 欺慰心 虽然最近很红 整天都会赢 但你留意一下 很多都是放头马 即是说什么 他的后上骑工 其实都不是那么强 你就想想 如果因为他人而热了 就没那么划算 人会进步 我都明白 欺慰心我也会选择 但问题就是 这架马对于欺慰心来说 不是很适合他发挥 也不是那么高能力 只剩24分就不要看了 至于海王区就更加 他已经剩17分 一只自购马 统计资料里跑了 也叫做14次 是上了一次名 你就看看 他上了名那次三甲 很容易看 是说前季的事 还要是新马赛 水准低 海神区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很久都没有见他出场 输五个马匪 被蜆星部区 人家都是三班马 但是之后 你没有进步 就像现在这样 不是说郑俊伟练马差 而是马可能进度上 都不理想 去到涂太边缘 又抽过谷草十二档 即是什么 最恶劣的样子 又没有财职 又摆在劣势马房 摆过 不是黎凯榮换了 潘明辉 就算十二档 我都认为 帮不了这马 所以大家都留意 好了 今次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睇 这个《马迷早晨》 稍后还会有其他节目 大家千万别走开 记得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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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频道 到时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